大家好,我是城邦國際明表總編輯劉碧祥 今天明表最前線 我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在市場上很罕見的 以鬧靈功能為主打的手錶品牌 Vulkan 渦露間 如果你喜歡我接下來分享的內容 歡迎在下方留言 同時訂閱城邦國際明表頻道 然後幫我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在過去幾百年的鐘錶歷史上 能夠取決一個高級手錶品牌高低的 多半是決定於你能夠製造什麼樣複雜功能的機器 那麼如果是以聽覺為出發點的功能來說的話 傳統三大複雜功能其中的三問 這個頂到天的功能 就是可以用聲音來告訴你當下的時間是什麼 還有另外一個 大家可能比較少見的 也就是鬧靈表 鬧靈表不比之一 就是它可以根據你所設定的時間 然後發出聲響 來提醒你當下你要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在那個還沒有實音或數位的年代的時候 鬧靈表都是用純機械結構來發出鬧靈的聲音 這個設計的確是相當的了不起 不過如果你想要認識鬧靈表 你第一個必須要知道的品牌 就是Vulkan渦路肩 那渦路肩這個品牌 它其實創立的時間蠻早的 它在1858年的時候 就在瑞士的拉少德峰就創立了 當時它也跟其他的百年品牌是一樣的 它也是製作跟複雜功能相關的懷錶 來作為本身品牌技術的內涵 接著呢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其實是在1947年 它發表了全世界第一枚搭載鬧靈功能的 手動上鏈腕錶 不過路肩當時呢是跟法國的一位物理學家 合作呢同時開發出能夠發出聲響的鬧靈腕錶 不過呢鬧靈腕錶在當時 他們正在思考了一個很重要的技術問題 就是當手錶佩戴在手上的時候 它必須讓鬧靈的聲音 依舊能夠大聲的提醒佩戴耳人 所以呢他們就開發出了許多相關的技術內涵 包括了呢它使用了一個共振孔的雙層底蓋 來加強它發出的聲音 同時間呢它發出的聲音也非常像蟋蟀一樣 所以當時窩露間所開發出的鬧靈錶就被稱為蟋蟀 另外就是因為在非常小的手錶機心裡面 卻可以發出非常大的鬧靈聲音呢 就跟蟋蟀一樣在小小的昆蟲的體內 也可以發出非常大的叫聲是一樣的道理 波露間就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 搭載鬧靈功能的萬標品牌 它針對鬧靈功能也開發出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技術 其中包括了它可以在上鏈的時候 從順時鐘或逆時鐘旋轉 分別替時間運作的機心 跟鬧靈功能互相少練 這個設計呢到現在都還沿用在波露間的手錶裡面 另外呢它也增加了它的準確度 它開發出了一個Z-Matic的避震裝置 讓手錶的機心呢能夠在面對外界的衝擊力的時候 仍然保持準確性 比較重要的發明 例如呢它是用音錘呢敲擊音柱的方式呢 發出鬧靈的聲音 而這些設計呢都讓波露間成為鬧靈功能領域呢 一個你必須要認識的一個品牌 除了西帥是波露間鬧靈表的一個重要的別名之外 它還有一個別稱叫做總統表 原因是1953年白宮新聞攝影師協會 送給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一支鬧靈表 也因為這支鬧靈表得到非常大的迴響 自此之後呢 美國總統在卸任的時候幾乎都會收到一支波露間的鬧靈表 波露間不只是在鬧靈功能的領域 甚至在美國總統的心中呢佔有非常重量級的地位 那我們就來介紹接下來三款 波露間比較具有代表性的鬧靈表新款 波露間的傳統鬧靈系列 在2023年推出了搭配鮭魚面的新款 視覺上延續波露間傳統的設計 面盤上標示了每10分鐘為單位的鬧靈計算刻度 同時還以具備復古感的米色數字石標及指針 來呼應鮭魚面的古典氛圍 表格直徑39mm 搭配箱形藍寶石水晶鏡面 更塑造了波露間這款傳統鬧靈款的整體復刻感 設定鬧靈時 只需要按下兩點鐘的按把 接著就能逆時中轉動鬧靈設定指針 來設定你所需要的鬧靈時間 再拉下表冠第二段 則能設定時分指針 當鬧靈指針與小時指針同疊 就會自動發出如蟋蟀般的鬧靈聲 並持續約20秒的時間 內部搭載自製V10手動上列機芯 背面因為使用具有共振孔 可強化鬧靈聲音的雙層共鳴底蓋 雖然因此看不到機芯 卻可讓鬧靈聲音更加大聲 不會因為手錶佩戴在手腕上 而降低了鬧靈音量 另外外型看起來較為現代的 50年代總統面盤限定款 面盤也採用藍色的太陽放射紋面盤 面盤六點鐘位置 除了印有蟋蟀的英文字樣 代表其蟋蟀的鬧靈聲 同時也印有President總統英文字樣 更顯現該品牌被稱為總統表的淵源 該款並配有日期顯示 增加了功能實用性 表格直徑42mm 同樣採用圓拱形的藍寶石水晶鏡面 呈現一部分的復古風格 背面搭配藍寶石水晶底蓋 可清楚看到自製V11手動上鏈鬧靈機芯 其V型的表橋是一大特徵 另外還可看見包括 渦路間獨家的上鏈模式 依照順逆時針旋轉錶冠而左右擺動 分別替機芯及鬧靈功能上鏈 另外當鬧靈啟動 也能看見音垂連續敲擊音柱的設計 渦路間的鬧靈表也推出具備 髮廊面盤的Prestige系列 該款主要採用了瑞士著名的八大景點 作為髮廊面盤的主題設計 這款是劉森的卡貝爾古橋 這條橋建於1332年 是歐洲現存最古老的蓋頂木製橋樑 是劉森著名的地標 渦路間以恰斯法廊描繪出卡貝爾古橋的景色 還包括了八角形的磚造建築 遠處的卡貝爾教堂等等 有如一幅優美的風景畫在面盤上 直徑42mm的錶殼搭配 復古香型藍寶石水晶玻璃 並使用18K玫瑰晶材質 內部搭載自製V20自動上鏈機芯 半圓形自動盤下 依舊可看見鬧靈的音垂結構 當鬧靈啟動時 就能看見音垂連續超級音柱的設計 並聽見品牌獨家且特殊的蟋蟀鬧鈴聲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分享有關渦路間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分享的內容 歡迎在下方留言 同時訂閱城邦國際民表頻道 然後幫我們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謝謝各位